现在开始讲外轮握和内在形之间的联系 然后进一步去强化这个概念 我们需要去观察和去表现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开始画这个形放松一些去找去勾 不要一节一节的去看 我们只是说快速的这样去表现 这等于你要去看大的形的这种状态和这种关系 人身上是不是有特别多琐碎的这些衣文 这些东西如果你盯着这些衣者这样去画 你就会梧桐下手了 它需要消耗你巨多的时间 而且你失散不开 但是如果我们第一步放松的去对待 第二步进一步再严谨一些 因为这些东西非常感性的 很概括的这种感觉去画 那么感性的东西 它肯定是需要有理性的东西去配合 我们现在讲的东西 它就是相对理性的东西了 比如说这个人的头 基本上它的特征的这种感觉就是在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去感觉一下这个人的眉毛的特征感 包括一下眼睛的特征点到为止 然后当然最关键 我们要去看前胸 它的这个叶窝和头的这种关系 稍微再往里一些 这边的距离没有那么大 手腕跟人的手背 和这上面的这个轮廓形 这就是内外兼修 不能够只是看表层的这个一文 然后中线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看整个人的前胸 它是一种灰 这个扇顶 这是一个顶面 这后面这是转过去的那个面 也就是说在头脑当中 你虽然说你再去画这些褶皱 这些东西 但是你头脑当中 要有这种大的这种趋势型的意识 这是肚子的正面 这是肚子的侧面 我们要去找这种东西 然后包括像这种地方 这是它臀部的侧里面 这是它整个肚子的侧里面 我们要围绕着这些东西去做 这是它的框架型 然后这外边这些东西 属于衔衔形 我们不用急的去画完整的那种人 因为这种画 其实离完整的人已经很近了